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体能是运动员竞技能力的重要指标 要拆起一匹体重近千磅的赛区 骑士又要有多出色的体能呢? 今集我们继续联同中大运动医学 及健康科学中心的专家 用科学角度拆解骑士的体能水平 我们的测试对象 依然是香港冠军骑士莫雷拉 不过今次的测试 莫雷拉需要挑战一个同样冠军级的对手 前香港足球先生,盧君怡 因为众所周知 一个顶尖的职业足球员 像盧君怡那样 他本身的体能要求非常高 我有个兴趣想知道 一个这么顶尖的足球员 和一个这么顶尖的骑士 其实他在技术力量方面 其实那个发挥有什么分别 我是一个职业足球员 很多时候都会在球场上练习 或者是会在球场外 都会做一些长跑分 我相信我下肢方面 比骑士会比较强壮 比较强 我之前的测试感觉很棒 因为我知道 这会给我一个很好的想法 我做得很好 第一项测试 要两位运动员各自进行引体上升 来比较他们的上肢肌力量 盧君怡就做出八下引体上升 那我们的骑士代表 又做到多少次呢 测试结果告诉我们 莫雷拉的上肢肌力比较强 因为骑士拆骑的时候 其实是在没段推骑的时候 需要用很多上肢肌力 这个静态肌力測量器 就是用来进行第二个测试的仪器 它可以量度到 两位运动员的腰部肌肉力量 腰部静态肌力测试 它的单位是公斤 例如你举重 到底可以举到多少公斤 我把鞋子抬回来 每天的生命都运动 所以我十分肯定 我会比较大约上肢肌力量 测试结果是 莫雷拉可以做出126公斤的成绩 而盧君怡可以做出113公斤 莫雷拉就稍成一筹 因为他在拆旗的时候 需要维持一个弯低腰的动作 去拆旗 需要用大量的腰部肌肉 去做固定 所以对他的腰部肌肉的力量 要求是很高的 最后一个测试 会看看两位运动员 下支的肌肉力量 他们要进行立定跳高 而我们就会用高速摄影机 记录整个过程 我相信自己的立定跳高 会去到40多公斤 我相信因为我的下支比较多 所以我相信会比骑士更好 立定跳高 盧君怡得出的跳过是43厘米 我肯定会比较高 但最后我感到很期待 究竟雷神的弹跳力有多少呢 莫雷拉跟卢君怡一样 跳到43厘米 表面上代表他们不相伯仲 莫雷拉比卢君怡轻轻10公斤 所以卢君怡容易做出43厘米 这个成绩 所以在这个测试中 我们会说卢君怡一定稍成 总结三项测试结果 莫雷拉做到15下引体上升 而卢君怡就做到8下 腰部静态机力测试方面 莫雷拉拉到126公斤的重量 而卢君怡就拉到113公斤的重量 至于下肢肌力量测试 虽然莫雷拉和卢君怡同样 在立定跳高做出43厘米的成绩 不过计算体重因素之后 卢君怡就更胜一筹了 由于足球和赛马 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运动 所以对于运动员的体能需求 亦各有不同 足球是一项要不断跑动 和有对抗性的运动 所以球员需要有强劲的下肢肌肉力量 对腰部肌力亦有一定要求 而骑士拆骑的时候 需要控制马匹和全力推骑 所以对于上肢肌肉 以及腰部力量的要求相对较高 同时,拆骑士 以稳定地维持深蹲的动作 所以对骑士下肢肌肉力量非常讲究 我觉得其实骑士的训练力都比较强 始终它要控制一只马 可能每部分的力量或内力都会不断加强 这次的实验是非常好的 希望让普罗大众知道 一个这么专业的骑士 本身对于运动体色能的要求 绝不信息于一个很顶尖的职业足球员 我们在国际的运动医学文献中 甚至在赛马的研究中 其实没有怎样做过一些研究 究竟骑士的身体体色能 要求有多高 所以相信今次经过我们的研究 或者进一步再加深这些研究 其实对于整个赛马运动 在专业和运动科学方面的发展 也有很大的帮助 骑士的能力是胜负的关键 12月13日举行的香港国际赛事 全球顶尖赛区以及骑士 将会混习沙田马场 大家可以欣赏到一级骑士的能力 见证赛马运动顶峰之战 草地赛道背后究竟隐藏了 多少科研成果呢? 下一集和你发掘录音背后的科学真相